來 站在這個活動 然後 我們要坐下來講好了 因為我們要操作電腦 等一下的一個活動計程AN 如果就是 我們的這個小時候 對 這小時候 我們對話 對對 對 然後就講 然後我再 這一個小時候 對 那我今天主要的 這一個 這個分享會的主題 可能就會放在 为什么选这本书来翻译 然后还翻译过程中做的一些研究 或是一些资料收集的东西 来介绍让大家舒服认识 克莱特这一个大国文作家 因为台湾是我在做这本书 想要翻译这本书之前 稍微搜寻了一些中文相关资料 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连好像法文系里面 有的一些相关论文 好像有没有 然后就之后我就当正是 读那个法文的一些文献 然后去认识他 去收集他所有的著作 然后再去自己去分类 看是怎么样可以切入他这个人 去做翻译从来本书开始 后来会选择 因为他是19世纪 19世纪或20世纪出的一个 他生活年代就是所谓的那个美好年代 那个时期的女性 然后他一生活了80岁 然后做了七世纪本书 各个类型都有 有小说水笔 新闻报道 然后专栏 这些都有 连石谱他也有写过 然后所以 所以 就是种类繁杂 然后他也不是在所有法国文学那种 比如说什么结构主义啊 或者是什么新小 他不是什么 那是后来我们叫台湾可能 比较常知道 像这个新小说啊 这些意识流作家 也不是他都没有被分类到 任何一个法国人学主流里面 但是他他竟然是法国最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国宝监女作家 所有人 几乎所有人 法国人都读过他的作品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他本身人生经历 遭遇非常特别 和他各现实 所以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他的丑闻 或者是他的一些 比较 疯狂的举动 他们都会说是公大人 然后很喧嚣的一个新闻事件 受到嘱咪 然后这一次的翻译 就是选择秀场后台这本 这本书 我好像有带 对 这没有带一个 他原来 他一个 他有没有 这一样吗 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本 大概一百多页的小书 里面就是 就是他巡演的一些迭迹 然后呢 会从这本书开始 也是因为他版权比较好取得 在台湾来讲 已经算是公版权 我就先从这本书下手 其他书的版权可能比较 比较复杂 需要通过比较多的交涉 需要通过比较多的交涉 那可能需要 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出版社 或者去做品群上的接洽 那 那 接下来 这边 这个是书里面 呃 内页的一个设计 设计的图 我拿来 我拿来当笔图用 那 就可以看 里面的这些字啊 那个 嗯 是他的 笔记啊 笔记 然后 这边有一张小 这是他的一个 照片 有一个死期的照片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 各个死期的 这样 他是个立基因的两次大战的 母性作家 那里有他早期的 他小时候的照片 他比较 那年青青春少女的照片 1893 他是他 是 柏根帝 那里的一个家庭 出生的女孩 然后他爸爸是 然后在军队里面 从事工作 然后 这个上位 然后他从小跟母亲的感情很好 然后就从小留着这个长辫子 非常的长 然后一直到他结婚后的第二三年 才因丈夫要求的辫子剪掉 然后后来因为呢 因为这件事情 母亲 母亲非常的伤心 就是失落一阵 因为他是一个蛮接近 就是说 那小时他童年过得很快 然后跟母亲的关系很好 然后 所以说他对于大自然的任何 不管是花草树木 动物这些都非常的 还有他细利的情 就是观察和情感 然后也 比如说他是个喜欢大自然的女孩 这样子 所以结婚后到第一任婚姻到巴黎之后 其实也有 他很不适应巴黎的生活 对他来讲 他觉得巴黎 他看到的是另外一种风景 他自己身的 人的风景 就连他在描述人 他这一本秀城后台里面 主要也是描写一些他身边的 跟他一起俗演的一些舞羊 或者是表演杂耍的歌手 这些或者是动物 一起来表演的那些动物 就是他对这些人物 这种小人物 都有观察入围 或者是有一种 撤影之情 一种情感 去 再去书写 就是书写他一种 然后 然后 这里我稍微写了一个 他讲 他之前讲的一句话 对 他说 就是说 我想做任何一切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是 他是一个这样子 这样子 就补持这个 这个 这种生活哲学太多了 这是之前 结婚前 这句话 这句话应该是 他进入秀场表演的时候 所以是 对对对 讲出来 因为他跟他这个 等一下会 给大家看一下 他第一任丈夫 叫做 Wii 的 那边的 形象 再来 这个是他后来 到了大概 1950 4050年代 之后的 的样子 那 他后来是 住到了巴黎 一个叫做 巴雷华 巴黎皇宫 那边是一个 前面是花园 那四周其实是公寓 的其中一个 一个楼梯夹成件 你会看到这个 就是那个楼梯夹成 造出来的一个窗户的 一个形状 他是住在那个里面 然后他 他后来 他很喜欢 他很喜欢 他有 早期他养一只 那个 动物犬 后来也有养猫 然后他 基本上他一生都 都跟这些动物 相处在一起 就写出的时候 他旁边一个 是他的 他的猫 这一张 这张照片是他的 手 然后 然后 这里又引了一句 他可能他晚期的时候 讲的一句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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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式的 话 叫做 Fede Bétis Mé Fede Aved Othusiast 他的意思是说 你就去 你就去搞怪 Othusiast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 他说你去尽量去做 你去搞怪吧 但你搞怪 你要去 你要用你的热情 用你的 激情去搞 去不然去搞怪 或去做怪 Fede Bétis 看情况用 有的时候 是说 对小孩子来讲的话 是一种 做一些 那些 调皮捣蛋的事 那如果是 在成年人里面 想要用 持续不一点 像是 可能会是做 所有人偷情 类的 对 或就是 你要去做他 你就要 你就要 充满 热情去做 因为他的一生也是 除了他经历过 三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 是 也是 也是因为就是 他的丈夫 比较 不是喜欢 女化而常 而且他自己 后来 开始接触 巡演 就是舞巡演 对 跟某一个 女演员 一些暗昧的 情感关系 然后就这样他 基本上他是游走 他有一段时间 就游走在 女性 女 同性恋 或是 女双性恋 这个魔谷 魔谷子在这里 然后 这个事情 也是曾经造成 巴黎文坛的一个 就是 就是 你有丑闻 也可以 也可以来讲 那这边就是他 克莱特 他 小时候的家 在 在 法国中够一个叫做 普根 的地方 不过他是 大区是这样 另外是在 柏根地 在里面的 一个小 小的市政 那这个房子呢 是大概在 2007年 那时候 被 当地政府 就是排买 一定要 就是 就是排买 等着 等买家来 买走这样 那后来是因为 受到一些 艺文界的 声援 那他们希望文化 不用 提出大概 嗯 70%的 的 嗯 住进来 来买下这个 房子 作为未来 可能作为一些 类似文学 呃 作家文学馆之类的 开放给 莫共产观 不要变成 私人的 就是被 房地产业者 那这个 这个 目前 内部还在整修 那他的外 外面的 呃 花园啊 这些地方 是可以 那这里有稍微 我是从那个 一些 旧照片文献里面 去把它整理出来 是说 旁边这个 小小小屋子 这一间是 克莱特小时候的 房间 然后 这边是他 这一间 是他父母的房间 然后 这个窗户里面 是 客厅的 房间 就是他小时候生活的一个 环境 这是现在的 现在的一个照片 那 旧照片 没有带来 这有机能 啊 对 等于说 小时候 小时候整个生活 房间 对克莱特写作 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他的第一本 系列小说叫做 克罗蒂亚 克罗蒂亚 那个系列 他写了四本 第一本是写 克罗蒂上学 第二本是 克罗蒂到了八年 第三本是 克罗蒂结婚 进入家庭 第三本是写歌 进入家庭 第三本是写歌 就是写一个 关于女性 应该就是从青春去 就是所谓 并要想 那个时候是19 20世纪初 的 的女性 所以 他们结婚很早 大概 克罗蒂是20岁的时候结婚 然后他第一任丈夫 长他25岁 第80的一个 写音乐评论的 那个 但是他不说他记得也可以 或者他是 语文文士 然后跟这些做音乐 打的人 那个领域的人 混乱 然后克莱特他的 对他这个小 他小时候 就是他的第一本书 就是写他小时候的一些 学校 还有乡村 这些记忆 这些回忆 然后因为写完之后 丈夫发现他的写作才华 就 催促他 你可以继续写 不过 不过当时的发表 都是以他老公的义法 有百岁 百岁 百岁是由 那个 Willy在收的 不过他那时候 并没有针对那件事情 有做任何的反抗 他就是 他就是 喜欢写作 然后不过他 嗯 之后 就说巴黎 当时义文界都知道 这个不是威 他老公 Willy的才华 是他 不过他们也就是 硬而不说 好这边这就是他 就是克莱特跟Willy 就是 右边戴帽子 然后他们那时候有一支 那个逗女 有一个逗女犬 然后旁边这张照片 是克莱特跟Willy结婚 那时候他们刻在 那个窗玻璃上的 是刻在他 他的哥哥叫做 阿信 那个 他们也就是 就是 就是在 摩根地 不知道怎么 那个地理位 今天是差不多 差不多了几百公里的 那个他哥哥家 在那边举行婚礼 然后 刻在窗上的一个 就是 老死留下来一定还不接 就是 其他 好接下来一个重点就放在他进入了剧场 就是歌舞训练对舞服里面的一个状况 那他会 他之所以会 会对秀场表演有兴趣 其实也是 跟他自己 就是说他的丈夫的影响 也有一些关系 因为他丈夫就是会去跟这些 做音乐表演 就是表演艺术的人 会 会有 有接触 或者说在他们的沙龙聚会里面 会 互相有接触 那他就是有一天认识的那个 George Wack 是二十世纪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末剧演员 他就开始跟他学表演艺术 主要就是学末剧的一些知识 那后来 他是后来因为 离婚以后 他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经济状态 他选 他就跟着那个George Wack 他的一个队伍 去做巡违演出 所以他就进入了 他是因为这样子的进入秀场 他进入秀场的时候 二年纪大概是33岁 那他在秀场大概有六年 一直到39岁 离开秀场之后 进入巴黎城堡 一个报社做专栏 专栏作家 清凯要补充点什么 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说 他这一段 从他婚姻改变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本很重要的书 就是在 法国世界报的时候 他列了一百个 一般法国人应该念的文学作品 他其中有第59本 第59本那一本 是叫做在他离婚后 他那个叫做 我有在写在那个文案上面 就是葡萄藤虚沟 他是一个散文集 然后就是在讲说 因为那葡萄藤呢 在长大的时候 他都是那个沟虚先长出来 那有时候鸟会飞过去 飞进去 飞进去 然后他在长的时候 他就描述那一只夜鹰 晚上呢 因为睡过头了 然后睡了 然后葡萄藤虚突然长出来 把他卡住了 他在描述他的婚姻 就是在 在像那个人字 在那个 跟鸟一样 被 他被陷入在那个春天 那个葡萄藤 的人在 在长的那个过程里面 然后他这一本 其实他的文字 其实是非常 特别 如果你在看的时候 他的影像特别多 你光是从他影像描述 就可以了 知道说啊 这个人就 他不说教 但是如果你们看这里面 这本书里面 常常很多地方都点点点点 就是说他可能在旁边偷听 就是我们在讲话 偷听 偷听人家讲话 然后这个人在说什么 说什么 那也有可能他保持沉默 他在现场 可是他没有说明说 他到底是在现场 还是从旁边测听到的 还是是他自己还是别人 但是事实上 他都把它变成一个对话题 所以如果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就要稍微了解一下说 他有几种可能性 可是这几种可能性 都可以让我们再去看 所以他的文字 会让我们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 这是一个他非常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补充一下 那刚刚 感谢ings 病情